在观看此视频前 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 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现在告诉你 人类将会在2799年灭亡 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 或许只能再持续700多年 这个时候 你会产生什么想法 只要一个人是心智正常 心中多半会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 人类2779年灭亡的说法 与其说是科学家提出来的 不如说是一个神棍提出来的 毕竟这个说法的背后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它不像霍金那样 是根据温室效应而提出来的预言 同样也不像很多末世论者 是依靠人口资源分配的原则 所提出来的预言 不过这种说法能够大行其道 总是有它的道理 现在就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 这个说法 看看为何会说人类在2779年灭亡呢 哥白尼原则 再说到2779灭亡预言之前 我们得先了解一个东西 哥白尼原则 哥白尼提出日新书的时候 估计压根不会想到 它的名字在日后 会成为一个复杂理论的代理 我们现在常说的哥白尼原则 也压根不是哥白尼提出的 只是因为哥白尼的思想 人们才以它的名字作为理论名称 这条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一点 对周围事物进行观察的观测者 实际上没有特别的位置之说 再精简一点 就是宇宙学的一句金句 7. 人没有任何道理 会位于一个特殊的位置 去观测别的事物 这句话乍一看是废话 但是细细品味 并且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学问上时 就可以知道 这句话真的是太对了 因为这个原则 人们才意识到 宇宙和世界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中心点 宇宙是均匀的 根据这个原则 爱因斯坦才大胆推出了他的宇宙场方程 将整个宇宙的状态给完整描述了出来 哥白尼原则确实很厉害 但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预言70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吧 不巧 提出700年灭亡预言的人 正是一个信仰哥白尼原则的科学家 这个名叫J.Richard Duarte 曾经预言过柏林墙被推翻的时间点 他在1969年的时候参观了柏林墙 最后靠着哥白尼原则 预言柏林墙将会在24年之内倒塌 果然 在24年内 柏林墙被推倒 倒是完全符合了他的预言 那么 J.Richard Duarte是怎么做到的呢 哥白尼原则的具体运用 根据J.Richard Duarte自己的解释 他将时间理解为一个观测对象 自己所在的时间范畴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 不具备任何的特殊性质 接下来要说的 就有点像玄幻故事了 高特在分析的时候 认为这个这件节点 既然不处于特殊的位置上 那么 他就可能位于柏林墙存在时间的50%节点上 然后 高特在假设 前半部分时间为25% 自己有50%的可能性 处于柏林墙中间时间段的开始阶段 既然是这样 从柏林墙被立起来开始 已经存在了8年 既然前半部分是25% 那么柏林墙总体的存在时间应该是32年 也就是说 柏林墙存在的时间 也就维持个24年了 说实话 高特的预测方法 有一点堵的成分 它是将概率定位为了50%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它将事情直接简化成为发生和不会发生 直接将概率拆分为了50% 从某种程度上说 高特的预测是可以说有点偷懒的成分在了 其人所做出的预言 也仅仅是位于一个大致范围上面 而不是相当精确的一个时间 客观来说 格白尼原则用在宇宙学的尺度上就相当适用 但是用在人类商会上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关于人类2799年灭亡的预言 也是基于这么一个原则所弄出来的 其颓算方式 也仅仅是将可能性演变成50% 然后将我们所在的时间节点 分为一个时间段的开始 然后再用到高特那一套独特的计算方式 从而得到人类2779年灭亡的预言 高特的计算方式到底准不准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随便去判断的 说他碰运气也好 搞玄学也好 最终人家总是将预测做了出来的吗 时间上也是大差不差 那么我们将问题回到关键的上面 也就是人类到底会不会面对灭亡的危机 人类未来 近年来 人类的生活条件似乎越来越差了 从2022年开始 人类就开始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问题 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 气温开始不断升高 甚至出现了极端气候的情况 多地干旱或者爆发山火 不仅仅是在中国 澳大利亚 美国等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即使自然气候没怎么变化 战争和世界形势也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创造出来的武器越高级 杀伤力越大 人类彻底灭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说到底 人类自身的动物本性难以消除 也就难以避免不理智的情况出现 当然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 这些事情倒不是值得我们去深刻担忧的 气候虽然恶化 但是要让人类彻底毁灭 也要一段时间了 现在的我们 更应该去思考如何活在当下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至于2799年的人类灭亡预言 那也就只能随他去了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